回回了七年 台北再度举办了高中职业博览会 一共有64所的学校 摆摊来介绍办学的特色 吸引了大批人 立刻连线高家福 家福 好 主播 回回七年台北市再度举办高中职博览会 今天一大早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家长还有同学 都来到成功高中这里 来看看各个学校他们的办学特色 而在校园里面可以看到 这边一共聚集了大概有64所学校 大家都摆出摊位 介绍自己的办学特色 来吸引家长学生的目光 而在现场其实可以观察到 今年不少的家长除了对高中职生之外 对高职其实也蛮有兴趣的 我们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 如果说有不错的高职的话 我们也会考虑 主要还是以小孩的兴趣为考量 我们听到家长 他们也是针对现在就业市场的因素考量 对于高职也是颇有兴趣的 而在现场不少的学校 像是有搬出这样的调酒的社团课程 现场表演 还有像是将电机科 将他们制作的会跳舞的机器人成品拿出来 另外还有像是穿上和服 代表日语科系 未来像是观光方面都有不错的发展 因此如果家里还有小朋友 今年刚好读高中 对于未来的现象还不够有明确的话 家长也不妨到成功高中 这边来多了解解惑一下 以上就是现场 这期情节先把时间还给宏内 好 谢谢家福连线稍后完整追踪